生命天使 愿您持久 不断出妄言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争扎 愿时间当人替代了责任 愿时间痊苦多过于叫马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谅善多过于邪然 愿时间良善多过于邪然 愿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愿心良如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听法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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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在那边的角落 做了四盘蛮 很大的烟供 那 念一下 水喜功德 那当然 慈悲 什么都可以做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 不能点烟 供水也可以 供米也可以 放生也可以 念佛也可以 诵经也可以 打坐也可以 无论如何 这都是方便 但是重点 它就是有一个 慈悲心 希望帮助众生 有一个利他的心 对众生 但是念下来 慈悲无称慧 当一个人修慈悲心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生气 因为你一生气 一讨厌对方 那就悲心不见了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各位一定要 努力的去告诉自己 修慈悲心 而且你不断的去喂鸟 久了以后你就没脾气 因为你就不断的在慈悲 所以观音菩萨叫我们 刚入水 永远在布施 那 你一直念观音菩萨 我们的一遍美容大佩座 一天你就修了 一两千遍的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多了 那负面的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你不去修慈悲心 不会啦 我不会生气 一生气吓死人 因为你没有资粮 了解吗 这个资粮就是说 你不断的去修慈悲心 不断的去称赞别人 而且打坐的时候 各位观想 哎呀我对我的妈妈好好 你要这样修 然后第二个 我对不认识的 要像我妈妈好好 那你已经修了差不多了 然后再来 这个讨厌的 我也应该对他 因为你已经前面修了差不多了 你用同样的悲心 所以各位 什么状况会让你生气 你都要观想好 从至亲的爱 然后呢 不认识的慈悲 很容易修 然后就转到这边来 连这个恨的人 我都会习惯 观想久了 所以你发生那个状况的时候 哎呀这个事我都练习过了 那我只能告诉各位 这个你要在你心上用功 谁也帮不了你 因为佛陀说 如果他可以帮你修行 那这个世界都OK 佛陀是导师 告诉我们方法 这个方法 你要不要用在你的内心里面 那你自己决定 比如说 你这个男人女人 很好色 很喜欢谈恋爱 很喜欢 很喜欢有性行为 那你要修不静观 那个东西 是肮脏的 是苦的 不管他外表再帅 在美里面都是血肉 你要直接这样做 做久以后 断除欲望还不够 哎呀 对方的亲近像是我的母亲 是一个观音菩萨 再美再丑 我看到的是他的菩萨像 而不是他的外表肉体 那你这个要在心里面 不断练习 不断练习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认为这些问题 各位不要逃避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 喜欢看经论 然后修法 上课 但是 他把它当作一个知识 什么叫知识 就是没有在用 鸽子你好 还在找人 好 所以 当然我刚刚讲慈悲心 就是你故意 如果你每天一直喷水 但是你没有修悲心 力量也不大 就是每一次 你要观想 至极圣者观世音 我是观音菩萨 守降本志甘露流 我的内心 从我的智慧里面 流出了清净甘露 这样 恶鬼疾苦 即可灭 那些恶鬼到的痛苦都没有了 得到快乐 往生净土 你不会被寄送的 你就知道我意思 我是观音菩萨 流出甘露 他们痛苦离开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那你每天念很多次 那你就修了很多次的慈悲 这个叫什么 来 佛力 自力 法力 这个佛 就是因为你念了观音菩萨 自力是 你有在观修 你愿意慈悲 法就是有众生给你慈悲 真的有众生给你慈悲 撒个米 你也知道 你今天撒个米 像我住的地方 我要撒很多面包 每天早上我都跑出去看 全部吃完了 太好了 如果他没吃 就觉得 哎呀 他怎么没吃呢 所以 每天去都看他 全部吃完了 因为知道晚上很多兔子 很多各种的 都会来吃 很高兴 所以每天最大的快乐 你就会买两条面包 对不对 不能够帮助他们 把这个水 也放在那边 所以 他们可以喝 所以各位 你最好在你家门口 拿一个盆子 每天给他放一些水 那谁来喝 孤魂野鬼会来喝 然后那些流浪 晚上动物 偶尔也会来喝一喝 所以 那明天 你又再给他换一盆水 就成为你 不断的羞耻悲心 我想 掌养慈悲 你必须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就像各位刚刚我们看到的 鸽子飞肿 快不快乐 快乐 现在他们不飞 为什么 你不要赶他出去 他在听法 这是他 人生 这个 鸟生难得 对不对 他能够在这边 一起 听法 就算他等一下不小心往生了 至少也升天 所以 这是他的因缘 因为同样 救了这么多只 救这几只 我也说 他也说 但是各位 如果你在打坐 他一直叫 你也不要赶他 他在念佛 对不对 他在念经 你就专心跟他合为一体就好了 你不要说 你不要吵我 那就不会修 因为万法都是佛法 鸽子也是佛法 声音也是佛法 这个世界哪里地方没声音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像我在台湾某一个地方 救了算一只的蚯蚓 我经常喜欢去那边睡 晚上他们的 呱呱呱呱呱呱 哇 太美了 因为那些是我们救命的声音 那些是本来他们都是被撕掉了 死了 现在是活的 哇 太好了 所以每天我们就要用很多菜 他们蚯蚓是吃那剩下的菜 果皮 或是一种木头 没有辣味的木头粉 给它撒下去 他们全部都吃掉了 那假设那边有一亿只 请问那一亿只将来会不会跟我结缘 将来我念佛他就要听 将来我讲课他就说好 就像各位 各位我一定跟你结缘 不然他不理你 开两个钟头 看到这边太累了 一定要有过去互结善缘 就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伦伯切 我们跟伦伯切有没有缘 伦伯切的脸就是我爸爸的脸 所以我看他很习惯 事实上他过去是做过我好几次的爸爸 所以他看到我喜欢 我看到他喜欢 我们两个都很单纯的祝福着对方 无所求的 每次要供养他都不要 我说我不是供养你 我供养佛学院 他才说好 他才会接受 所以上回在纽约我供养他钱 他为了还我钱 又开了五个钟头车来还我钱 我说什么事情 没有 这一包还你 我说伦伯切 这就不行 这样 然后又开回去又五个钟头 等一下我要把这一包再加一点塞给他 我要用办法了 我会说 这不是给伦伯切的 这是供养 因为他认为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不要这个东西 他只是喜欢修行 很单纯帮助别人 所以 哇 要难得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 那是你的福报 没有压力 完全没有压力 像他传给我所有的咒 他都说 人家要不要什么 他说不用了 会念就好了 他教你 所以他认为这个咒是 你只要愿意念有信心就OK了 因为他们这些老人不切 他们的想法就很单纯 能够弘扬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因为有人愿意念就不错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佛法没有这么痛苦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还是把佛法复习一次 那希望各位每天都要这样复习 佛法没有 没有说这是初阶的 这是高阶的 不要有这个想法 佛法就是佛法 从最简单到最所谓 人家身实相都一样了 法法平等 佛法就像一个味道 这个味道好 那就是对了 所以不要有说这个高 这个低 但是这个法味最主要是像吃东西一样 你肚子饿 吃了会饱 不饿了 那就是佛法 对你消除烦恼有帮助 对你平静有帮助 对你修慈悲心有帮助 而且因为对你有帮助 所以对别人一定有帮助 所以你要给他 所以譬如说我常讲 你头痛 当你念阿弥陀佛 头痛好了 请你把这个方法告诉所有头痛的人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头痛 你不希望痛叫出离心 你不希望别人也痛 因为你感受到头痛 也不希望别人痛叫大悲心 所以你有这个出离心 大悲心 因为你是念阿弥陀佛好的 所以你就请他念阿弥陀佛 这是你的经验给他 然后他愿意接受就接受 他不愿意接受 那我替你念 我想给 就很简单了 所以人的烦恼来自于想要改变别人 但法力无贬 你不用改变别人 各位都常听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看一个国家 造很多恶业 花草树木都不生 全国人都快饿死了 饥渴而死了 那时候佛陀做一个修行者 忍入先人 然后他就到他们那个国家那边打坐 他打坐呢 他也不接受供养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够苦了 他就喝那个树叶的露水 然后在那边修忍入打坐 因为这样一直修一直修 天气变了 下雨了 老百姓不吵架了 国太明安了 就他一个人 但是等国太明安 国王又开始打猎了 国王有一天在打猎一只鹿 鹿很聪明 他知道说 那边有爱心的人 他就跑往这边 国王是要杀他的 他就跑 我们人路先人后面躲起来 国王来 打坐着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鹿 他当然不能讲 该骗要骗 妄语是动机为主 我的动机可以救他 就不叫妄语 他说我没看见 你修行人还骗我 你不怕我杀你吗 你在这边干嘛 我修忍入啊 你修忍入 他就挖他眼睛 你看你修不修 斩他的耳朵 断他的手脚 结果因为这样 血流满地 那个时候我们人路先人的哥哥 也是大神通在山上 一知道这个事情 赶快用神通飞过来 弟弟啊 你不要生气啊 我帮你恢复 因为你生气 整个国家就垮掉了 因为是他的力量 让国家变成好了 他一生气整个国家 所以各位修行人要注意 你功德力很大 你天天拜佛诵经 你一生气别人会完蛋